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但是问题是 它掉下来的时候 不能当死多头 就是这么简单 嘉老师教你的方式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赶快给你一个结论 因为今天嘉老师要跟你分享 很多重要的主题 观念要跟你分享 所以行情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之前告诉大家是一个多方趋势 但是今天多方趋势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又重回震盪高手盤了 了解嗎 震盪高手盤就是 嘉老師所說的操作難度很高 很高的行情 真的 我真的不騙你 多方趨勢你就不一定做得贏 如果遇到震盪高手盤 你就會電來電過去 真的是震盪高手盤 操作難度會很高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這就是嘉老師所說的人工盤 常常揉來揉去的人工盤 我們看待地是 也就是說順勢交易的天敵盤 順勢盤中的逆勢走法 了解 所以節奏很重要 要嘛快進快出 要嘛把速度變慢 不要因為大跌的時候悲觀 也不要因為大漲的時候太樂觀 現在行情定調就是震盪高手盤 這樣有沒有安你的心了 有了 這麼說好了 原本應該是要突破七軍8750 一路往上攻 結果他完了之後 倒退路回來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Hello Kitty 把外資給他騙進來 真的 這是高手 高手 高高手 真要厲害 好 所以行情 我給你規劃一下 既然它是已經回來了 那當然我們就要順勢而為了 這個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不要去當死多頭 也不要當死空頭 要懂得轉彎 這樣有跟你講過 趨勢不容易改變 一旦改變就不容易再變對不對 那既然今天用量 把它打了一根黑K棒下來 而且最重要的 我讓你看一個東西 來 這是加群指數的一個K棒 你知道嗎 這一條叫做十日線 之前是不是在這個地方跌破十日線 完了之後震盪了一下 因為馬錫會跳上去 也因為馬錫會而跳下來 今天又再度跌破了十日線 所以又重回區間震盪整理盤了 又回來這裡了 了解沒有 所以行情不是轉空方 也不是轉多方 就是轉一個區間震盪整理盤 又回到原有的慣性 慣性什麼時候改變 不要去搖 我也不知道 今天他會倒車子 我也不知道 後來敗他的時候 又搖起來了嗎 還是再說下去了嗎 都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你講 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很重要 如果假設 現在是你是看多的 你現在還有多單的 我跟你講真的 你千萬不要開玩笑 為什麼 如果這兩個數字 你不知道的話 跌破這兩個數字 搞不好就會往區間的下緣下去囉 之前是區間上緣被突破嘛 現在往上掉下來之後 如果這一個法人成本守不住的話 那我跟你講就真的往下去了 所以法人換贓成本 你一定要知道 11月份的台子期的法人換贓成本 換在8600XX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台子期已經回來8600多點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多方防守價 另外一個叫磨台子的法人換贓成本 3XX點9也是一個很好的防守價 這兩個數字真的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今天老師會跟你講 到底怎麼樣知道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無敵的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請你推廠觀望 OK嗎 我已經告訴你 盤是已經轉成震撞高手盤了 我也告訴你防守價了 我已經人之意盡了 也就是說我能夠告訴你的 我全部都告訴你的 OK囉 好 那這時候來了 今天我們來聊一下當沖 今天當沖OK嗎 一定不OK對不對 健康老師 這種行情怎麼會OK對不對 開低走低收 這幾乎收最低 還要強迫是對吧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數字你不知道 當你知道數字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不開心 真的我們都學會很開心 然後我們很不開心 來 給你看 這隻 8870點 正確的答案 8870點 有看到對不對 如果你知道 多空交戰的點位 是打在8870 請問一下 今天沿路都接多單的 你覺得這個行為是對的嗎 這個行為是對的嗎 我認為不對的 了解 所以多空交戰的點位 我先交代一下 站上去就偏多嘛 掉下來就偏空嘛 我跟你分享過的 當衝的觀念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多空交戰的點位 8870 OK 好 那這個數字 我們的學員都知道 好 所以8870 就是多空交戰的點位 好 那就說我們來聊 今天的當衝了 你今天會大陪出場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真的 這些毛病你真的要改掉 你聽健康老師的勸好不好 我們賞戶你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些毛病嗎 我等一下跟你講 來 贏都贏小條的 輸都輸大條 有看到嗎 原路撩起來 撩四天 做空大陪出場 今天往下掉兩百點 你也做多大陪出場 到底是為什麼 贏都贏小條的 輸都輸大條 為什麼會輸大條的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跟你講 好 贏很多次 你會不會輸一遍 然後完了之後 有輸大 沒煙大 也就是說 沿路掉下來的過程當中 有看到對不對 一口變兩口 兩口變四口對不對 江老師真的不想要再唸大家 因為如果假設你用這個毛病了 我真的求求你 好怕你先退場觀望 不要再算了 因為市場賺不到 你嘛 你還在起貨市場 你看光一個禮拜 上去再下來六百幾點 六百多點 你只要上去做錯下來 也做錯的話 你看一口就六百多點 那如果假設你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真假的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一般賞戶會這樣嗎 給你看好不好 為什麼贏都贏小條 輸都輸大條 就是第二個原因 就是輸都輸大條 就是看錯了方向 沒有射停損 還加碼攤平 還凹單流倉 這就是我們一般賞戶 十六字真言 看錯方向不射停損 加碼攤平 你凹單流倉 這就是原因 有什麼你的輸大條 了解嗎 好 那接下來 江老師 好 你不要再唸我了 好不好 不要再唸我了 那你可以告訴我 要怎麼樣面對這個行情嗎 來 8870 跌破了要做空就做空 那做多少就空 很明顯是要做空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日內走勢圖 看完之後真的 江老師真的不騙你 運用正確的方法 真的可以閃掉大賠 我真的沒騙你 真的 趨勢盤來的時候 就是工具大賺的時候 但是問題 如果假設你方法不對 跟著工具隊做的話 你就是大賠出場的時候 這麼說好了 今天的高低價差 有看對不對 早盤 8858 低點是8650 高低價差 200 808點 208點 你在盤中的時候是不是說 這應該是特洞的 每次高低點就100點而已 不然我在100點接一個大賤 接下去之後 繼續往下掉了100點 很多事情是這樣 不是你所想的 你要順勢而為 懂不懂 所以江老師 工具告訴我高低點 那今天怎麼做 來一樣的 我們看一下 江老師慢慢講 今天是空翻空盤 還是多翻空盤 很明顯是空翻空盤 大賦在做什麼 在放空 今天記得 我應該也不用考心運了 心運應該也知道對不對 我們的散戶一定是在 做多 對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你知道嗎 為什麼永遠我們的散戶 都要在15年的最下層 沒有人規定 你知道嗎 沿路都一直加多單 你知道這個超 你知道這個 你知道這個有多多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散戶有多多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給你看 我給你看對比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為什麼今天 今天老師講得好像很激動 不是很激動 是我想要解決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如果每一次 都是這個毛病 你真的這樣不行 來 給你看 你告訴我 哪一個K棒變紅K棒要做多 你告訴我 哪一個K棒 所以我們穿去做多了 有沒有 沒有啊 所以運用工具 請問一下 我們不要講說 今天要大賺好不好 我們就今天運用工具 幫你散掉大賠總可以吧 總可以吧 不就是這樣嗎 今天開盤是 黃的轉藍的 完了之後在這邊把它平昌 變成藍的再進場一次 在這個地方把它平昌 你怎麼會大賠出場呢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今天老師給你看對比圖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你知道今天的散戶真的是帶著鋼灰往前衝 我希望不是你真的是這樣 來 這是台子騎的10分鐘的K棒 這是台子騎的10分鐘的K棒 開盤在這個位置 收盤在這個位置 有看到沒有 有沒有覺得倒吸一口氣的感覺 昨天開盤在這個位置 昨天收盤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今天這個空盤空盤是生命 摩哥啊 昨天跟大家講說 那個力道小的跟鼻屎一樣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好像是恐龍有沒有 今天跟昨天比起來 今天是恐龍你知道嗎 大戶也是恐龍你知道嗎 我們的三戶也是恐龍 有沒有看到 這樣配名做得倒了 我真的想都沒有 做該做倒的時候 紅K棒該做多的時候不做多 掉下來的時候拚命接多單 是怎樣 你是要拚禮拜一是不是 好啦沒有關係 也許禮拜一會漲 但是問題是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你今天當中一定是大賠出場 這樣了解 所以江老師跟你講 正確的方法真的可以幫助你 避掉這些大賠 真的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這些毛病的 不要忘記 贏都贏小條的 輸都輸大條的 贏很多次 不會負責輸一次 那怎麼辦 那當然是運用正確的方法 來幫助你判斷多空 你會發現這個禮拜的盤是 真的都寫在密集裡面 真是的 江老師你是有預知能力 沒有 其實盤斥是 常常都一直重複發生 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今天的走法跟 建奧老師寫的筆記是一模一樣的 整個密集是一樣的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是幾年幾月你知道嗎 2013年11月13號有沒有 藍色的K棒 黃的轉藍的 沿路都藍K棒 沿路都藍K棒 不就是跟今天是幾乎一模一樣 你看 如果你有盤老師的操盤密集 你告訴我這樣沿路下來 你會接多單嗎 你告訴我 不會 不就是這樣 所以盤老師已經把整個密集 都準備好了 盤老師都已經編寫好了 所以等一下會告訴你 真的 點位也很重要 密集也很重要 所以來 重點給你一個結論 盤老師 那你今天是怎麼做的 來 我們趕快快的review過 讓大家知道 交代一下今天盤老師做了什麼動作 運用工具 最重要你要先避開大陪 能不能撈得到 就看功力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盤老師做了什麼動作 9點16分的時候 請會員預掛8826 當充空單進場 資金一成即可 9點16分的時候 來 拉回來 你有沒有發現 盤老師要演繹什麼東西 我不是個死多頭 懂嗎 工具告訴我什麼 我就做什麼動作 最討厭到最討人厭的地方 就是每天被預測立場 預設立場有沒有 預設立場 然後說解盤有多準有多準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會把自己的觀念卡住 你知道嗎 如果你解盤你解多 你絕對不敢做空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跟他是互次的 我很明顯的 我是一個教育員 我不是一個分析師 我是一個教育員 工具告訴我要空 我就空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你一定會覺得 盤老師你不是看多的 為什麼會被電到 你以為盤老師是兩光分析師 我是一個兩光分析師 不是 我是一個超級的教育員 好不好 教育員告訴你的觀念 才是對的 OK 來 8826 當充空單進場 好 等在那邊的時候有沒有 真的有充到這邊 差一點點 小台有摸到 大台沒摸到 那怎麼辦 那當然就是要改變 9點34分的時候 一瞬間點到之後就下來 來 請會員注意 剛剛大台子沒有點價成交 但是小台子有點價成交 因此請注意本項的訊息 沒有成交的就預掛 8775當充空單進場 資金一成即可 剛剛有成交的就虛報 有沒有 就這麼簡單 然後完了之後 當然要設停利 請會員預掛 8760當充空單停利出場 最後要交代什麼 告訴我們的學員 親愛的會員 操作期貨 就是不要預設立場 不要當死多頭 也不要當死空頭 我們的空單已經獲利出場了 耐心等候老師的訊息 再行動作 就這樣 請問一下 有人規定我們看多的 就只能做多嗎 有人規定嗎 沒有人規定 東西是 你人 你就不要把自己卡住了 你太執著之後 你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這樣了解 不能執著 所以重點來 跟你分享一句話好不好 我認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執著的人生 真的會讓自己承擔 莫須有的重擔 學習放下執著 也就是學習自在的人生 你會發現這個禮拜 你好累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你知道我們這個禮拜 我們的學員都很開心 真的是這樣 運用工具的學員 真的超級無敵開心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方法 你一定會覺得 這個禮拜好累 這五天怎麼過這麼慢 度日如年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上來的過程當中 做空大賠 下來的過程當中 拼命接著彈也大賠 那到底怎麼辦 太執著了 請你推廠觀望 否則 菅老師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我認為這個活動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跟大家講 真的什麼東西就沒救了 了解了 所以菅老師要跟你分享一個活動 就是全省啪啪照的活動 然後告訴大家 菅老師要到台北 台中 彰化 高雄 告訴你怎麼樣改變 散戶的多種毛病 有輸檔 沒贏檔 贏很多次 不會贏輸一次 菅老師講國語好了 有那個贏膽 沒那個輸檔 然後賺很多次 不會一次就全部吐光光 你有沒有發現 前幾天做多的都賺 結果今天空單 你是不是全部都吐掉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不能持營保代 你告訴我 沒有人規定不能持營保代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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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講的就是方法 OK 好 那期貨的大戶籌碼的重要性 可以演繹得大了吧 大戶的籌碼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真的真的是 我不要再說了 來 期貨波段轉折 到底要怎麼確認 26版本的賽馬理論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等一下廣告 先要跟你分享 台子期的法輪換張成本 摩台子的法輪換張成本 請你注意一下 中廠廣告裡面的訊息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數字 因為在這一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跟大家分享 除了這兩個數字 要跟大家分享以外 就是姜老師編寫好的講義 也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重點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留意中廠裡面的訊息 沒有打電話 不好意思 你來了 姜老師也不會給你的 了解 這個很重要 這個動作一定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 姜老師跟你分享一個活動 就是留意一下 中廠廣告裡面的訊息 好不好 中廠廣告訊息 我認為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注意一下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訊息就可以了 好 先把籌碼看完 出去打電話 沒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籌碼 先深呼吸一下 今天這幾天 真的像洗三溫暖一樣 對啊 對 真的超洗三溫暖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今天有沒有 是誰比較難過你知道嗎 散戶喔 不是 除了散戶以外 我嗎 不是 不要自己跳進來 是自營商 自營商不是買了七十幾億嗎 不要自己跳出來 來 我們看一下 三大法人總共賣了多少 哇慘 賣了一百七十億 所以我剛剛有說 真的Hello Kitty 把外資騙進來 而且騙得還滿漂亮的 所以其實這麼說好了 你也知道 這沿路上來的過程當中 外資在吃國安基金的 多單的豆腐對不對 所以國安基金就很聰明 你要吃我豆腐 我就來一個馬席 我把你騙進來 就把你吐出來 所以其實你去算一下價差 其實外資是真的沒有賺到錢 這兩天算下來 是真的沒有賺到錢 所以這個數字 我們就偏空 來 那期貨的部分 當然就平倉了 平倉了五千多口 所以金多單只剩一萬五而已 那金多單一萬九 一千九 所以這樣加價點 還是一個偏多的 但是多單已經變成兩萬口以下 所以國安基金真的厲害 我認為這個擦盤手 真的是高手 真的是高手 總算洗掉一些單子 不過這個數字 我們還是偏多 OK 好來 選擇權的部分 留有空單一千四 留有空單一萬四 所以這個加價間界 沒有方向性 我們就中性攤帶 好 完結之後我們看一下 普攻 ratio 從1.17直接掉到0.99 所以就是中性攤帶 完了之後 來 我告訴你 如果你是做多的 恭喜你 你跟Hello Kitty是同一邊 我跟你講 這個行情是區間 不是空方區勢 你不要以為掉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喊空喊空喊空 沒那麼一回事好不好 他只是掉回區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Hello Kitty在街 來 給你看 正42.9 有看到嗎 正42.9 不信的話 我們就來看禮拜一了 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禮拜一 我認為這是Hello Kitty 那隻手的一個籌碼 所以這個是如果Hello Kitty的籌碼 當然偏多 但是賞戶的籌碼 我們就偏空 因為畢竟基本上來講的話 現在就是很confused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K棒的顏色有變嗎 沒啦 還是紅色的K棒啦 還是紅色的K棒 所以現在目前 我還是把它定義 是一個區間震盪 稍微區間震盪 偏多的一個行情 因為畢竟K棒顏色 還是屬於紅色的K棒 就這麼簡單 了解沒有 所以第二階段 菁老師就把大盤的日線級K棒 跟大家做交代 對 那最後來看個別股了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個別股了 昨天 因為是依華代班嘛對不對 已經把所有的賽馬 都掀給大家看了 真的 菁老師真的是 有時候簽太快了 不應該簽那麼快了 好啦 25版本的賽馬理論有沒有 全部都功成身退了 都告訴你了對不對 劍林也好 新智星也好 花星光也好 F環影也好 立成 胡蓮 紅帆 大江 黃田 F立峰 我跟大家講 有時候你去注意一下 劍安老師選出來之後 大概是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會換一個版本 你這一個禮拜 你做多這十檔股票 其實你都沒有賠錢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去看一下 都是創了這一個禮拜的一個新高 或者是憑一個禮拜的新高 就這樣 他其實沒有崩盤 來了解 所以其實江老師跟你講 1700多檔股票 你要選真的很難選 但是問題是 我把它縮減成十檔讓你選 那你就欺負 應該負負責了吧 不就是這樣嗎 江老師 好啦 那25版本結束了 那怎麼辦 來跟你講 26版本 建安老師已經把候選名單選好了 現在高補考不是公佈了嗎 有證取有備取對不對 我告訴你 建安老師備取的名單在這個地方 讓你不要緊有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我要選對10檔 總共有23檔股票 建安老師會在這23檔股票裡面 全部再挑出10檔 變成26版本的賽馬理論 你想知道嗎 你想知道對不對 我知道你想知道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個活動 因為我認為 如果假設這幾天 你不管是做期貨也好 做股票也好 尤其是做期貨的 被電到疾疾疾疾 怎麼辦 方法很重要 建安老師跟你分享一個 全省爬爬罩的活動 要告訴到這四個地方 跟你分享 如何改變散戶的毛病 如何知道當充大戶籌碼的重要性 期貨的波段轉折如何確認 當然剛剛有跟你說過 26版本的賽馬理論 建安老師選了哪些股票 還有另外一個 法人換贓成本 台子期的部分 魔胎子的部分是 現階段多方最後的防守架 如果跌破這兩個數字 我跟你講 就會往區間的下緣移動 那你覺得這兩個數字重不重要 很重要對不對 活動的過程當中 姜老師會跟你分享 還有一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會跟你分享這個講義 要告訴你這個講義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做 看那個廣告裡面的訊息 你沒有做預約的動作 抱歉 姜老師真的沒有辦法 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你在操作期貨 操作股票 一定真的非常有幫助 尤其這幾天有沒有 你真的期貨被洗到脫皮了 那真的 你真的要了解 廣告的內容 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所以姜老師就把時間 留給大家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 那我們就休息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正當盤式不能不懂的操作心法 善用工具克服心魔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1月7號台北台中 11月8號彰化高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最新的大陸旅遊情報 最多的產品優惠訊息 兩岸旅遊業界 最大年度盛市 第十屆海峡兩岸台北旅展 11月6日到9日 在世貿衣館B區隆重登場 旅遊兩岸 就成現在 正當盤式不能不懂的操作心法 善用工具克服心魔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11月7號台北台中 11月8號彰化高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洗膳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你永遠不知道 每次下單的背後 我們堅持為您做的更多 我們的團隊 永遠為您提前做好準備 電子下單的先行者 新光證券 福特庫嘎以最高規格打造無微不至的安全守護 為你一路守護最愛的人 安全感點亮幸福感 本週末邀您親自體驗 Discover Green Discover Nature Discover People Discover Taito 208 世界花博在台中 不必登補助 Ford 竹梦專案 1萬元開回家 再加碼60期零利率 總價值最高超過7萬元 即刻入主 趁現在 震盪盤式 不能不懂的操作心法 善用工具 克服心魔 全面量化 與您有約 11月7號台北台中 11月8號彰化高雄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歡迎回來 接下來看今天怎麼當衝 好的 菅老師教你怎麼當衝 當衝其實很簡單 你看K棒的顏色 然後去知道 到底今天是多方控盤 還是空方控盤 大戶是在做都還做空 散戶在做都還做空 我跟你分享一個觀念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一般散戶 會搭配就是趨勢盤 所以如果趨勢盤來的時候 你就注意一下 散戶在做都還做空 你只要跟它反著做 你就OK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是工具的一個畫面 這是台子騎的10分鐘的K棒 今天開盤在這個位置 今天收盤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發現 今天是不是大部分的時間 空方控盤 大部分的時間 大戶在做空 大部分的時間散戶在做多 有沒有 所以你是不是K棒顏色 告訴你要偏空 然後散戶又告訴你 它在做多 那你就跟它反著做 請問一下 今天你怎麼會 從頭到尾一路接多單 應該不會吧 不就是這樣嗎 了解 所以方法 真的可以很簡單 我再舉個例子 前兩天是不是大漲對不對 所以我把圖形縮小 縮小之後你就知道 為什麼前兩天它會大漲來 給你看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趨勢盤來的時候 散戶通常都是凹錯邊的 來這是今天的 這個是昨天的 這個是前天的 這個是大前天的 有沒有發現 大前天跟前天不就是大漲嗎 有沒有發現多方控盤 大戶做多 散戶在做空 有沒有 那今天是不是反著做 空方控盤 大戶做空 散戶在做多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趨勢盤來的時候 我們的散戶都是大賠出漲 永遠都是食物鏈的最下層 我真的希望大家 你往上爬一下好不好 爬向大戶總可以吧 爬向空方控盤 多方控盤總可以吧 不要一直待在散戶那邊 了解 所以方法不對 請你退場觀望好不好 不然的話 菅老師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就在這一個 禮拜六禮拜天 菅老師要全省爬爬走 要告訴大家四個主題 如何改變散戶多種毛病 贏都贏掉 到底是要怎麼處理 數都數大 到底是要怎麼處理 菅老師要跟你分享 期貨大戶 當沖的時候大戶籌碼的重要性 期貨波段轉折的確認 二十六版本的賽馬理論 要跟你分享 這兩個數字也很重要 台子期的法人換成成本 跟摩台子的法人換成成本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會告訴你 這個活動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了解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 那接下來大家也很好奇 就是下個禮拜 到底要怎麼辦呢 手中的持股要怎麼辦 怎麼辦對不對 其實也不用那麼緊張 你確定嗎 確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一個區間 是一個區間 它不是一個空方 如果是空方 我會另外提醒大家 讓大家要懂得跑 OK 所以另外一個還有最重要的 多空交戰的點位 8700插十六點 禮拜一的時候 8點45分的時候 建阿老師會主持公布在盤中教群 還是一句話 不要先洗掉的 去瞭著大條的 這個數字你一定要知道 對 好 謝謝建阿 為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再會 掰掰